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自己能以观察者的角色将所见所敢写出来 让更多沉默善良的香港市民勇敢发声 如果我们还是不出声的话 这个世界会一直坏下去 我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 我又没有财富 我不可以做什么 我又不是说口才很厉害 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力就是我有支笔 我觉得我的能力就是我能够舍 我就用这个能力去发分我的作用 2019年6月以来 香港爆发了为期不短的社会风波 激进示威者在全港各处肆意破坏 市民生活遭到严重影响 这一切都让曲颖言感到不可理喻 那些曾经善良的香港民众 在这一场风波中选择性失明 更让他难过和失望 很痛心就是一些很善良的人都被煽动成为一些暴徒 或者是支持暴徒 而且讲这些可能是一些很高学历 甚至是老师甚至是教授 你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真的撞了邪 撞了邪或者被人催眠 我觉得这件事是万劫不复的令到香港 社会被集体催眠或是因被偏颇的舆论和报道所煽动 疑惑是不敢不会发生 修理风波中 示威者们对持政见不同的市民进行起底和围殴 对中资机构进行打杂 曲颖言便是受害者之一 到今天 今时今日为止 仍然是每日都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电话打来 我不会说去怕这些这样的欺凌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欺凌 不可以去怕去退缩 你越怕它就越恶 香港今天搞成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善良 所有善良的人都选择了沉默 那才会被那些恶人继续去作恶 曲颖言成长于一个基层家庭 父母虽未能给姐弟几个富足的物质生活 却坚持将他们送进付费的爱国学校 他至今难忘在地理课上 一遍遍画出的中国地图 从中国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家国情怀 今天香港很多小孩会知道日本的咸館 北海道的咸館在哪里 会知道青森在哪里 但他不会知道沈阳在哪里 他不会知道银川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很悲哀 你连自己国家的版图都分不清楚 当你走出去离开了你的国门 人家就看你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国家就是你最大的群体 曲颖言人记得 女儿在一篇名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当中写了她 称自己的妈妈是勇敢的人 也难忘在街上遇到读者 从书包里拿出书来给她签名 她坚信香港社会依旧有一帮人清醒着 希望这些人也能叫醒梦中人 让社会重回和谐安宁 我想我又没有那么大能力 可以叫醒他们 但我相信希望一个一个慢慢拍醒他们 我希望不单止只是我 希望大家都出一分力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总会好起来 希望他会好